发现原子核之后 他提出了行星模型 他说电子不是平均分布在整颗原子 它是在核外有电子以固定的轨道运行 后来科学家经过研究 对行星模型提出的修正 是在1913年 波尔 他提出了氢原子模型 这个氢原子模型未来在高三才会学到 接下来科学家拉赛福 他在利用α去撞击氮原子 而发现了子子 在1919年的时候 接着科学家查对克 他在用α粒子去撞击氮原子 而发现了中子 在1932年 而从气体发电管的实验当中 在1913年 科学家莫斯蒂 他测定了元素的原子序 同时 既然发现了阴极射线 从阳极也会射出一种射线 我们叫阳极射线 接着在1919年的时候 他陌生了学生 他发明了止捕仪 感谢观看 止捕仪他是用来测定离子的赫子笔 就电荷跟质量的笔质 然后来分析同位数的成分 还有有机物的构造等等 所以有止捕仪可以知道 原子间有同位数的存在 知道同位数之后 我们就测出了元素的平均原子量 这边再补充一个 从气体发电管的实验 在1895年的时候 科学家伦琴 他发现了X射线 X射线 就是一种电磁波 它不会受到电场跟磁场的影响 穿过来的 en一种电磁波 你能够联合 也认为 梦楼